各位朋友好 今天跟大家报告一桩特大的新闻 那就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同时也是中国政协的常委 中国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 学成法师的他的性丑闻的事件 那昨天晚上网上面突然就流露出来一份文件 长达95页的这样的一份报告 说是揭露学成法师 他性侵多名女弟子的这个事件 其中还流露出来一些细节 就是说学成和这些女弟子 相互之间淫秽的对话的这样的一些细节 这个消息一出来 马上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首先是中共这方面很快就删帖了 据网民说一共只用了十二分半钟 所有的国内网站平台上面的这个帖子 就删的干干净净 但是中共删的快 网民呢传的更快 那在这十二分半钟之内啊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外 那么这海外一些中文媒体的网站就发布了这个消息 那引起了一阵呢不大不小的舆论上的旋风 那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八卦的 娱乐八卦不讲那政治八卦呢都很少讲 那只是专注于啊讲那些推翻中共推进民主的方法论的问题 偶尔分析一下中共的这个时势 也只是想啊从中了解中共的这个政治格局的走向 然后呢为民主派提一些意见 看看我们从哪个方面着手能够啊加快我们的这个打击中共的这个进程和力度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讲学成性侵犯这样的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八卦的这样的错事呢 那其中是有原因的 因为学成这个人呢不简单 打击学成这件事情呢也有非常深厚的一个背景 有非常巨大的一个意义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成这个人 他是福建普天人 1968年出生 16岁的时候出家 在他23岁的这个时候啊 他就碰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就是当时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也是中国政协的副主席赵普初 赵普初呢 一下子就看上了这个年轻人 那在众多的僧人的反对之下 就把他破格的提拔为福建的一个大寺院 就是广济市的方丈 他当时呢在佛学院呢还没毕业 就当上了方丈 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那赵普初他为什么要提拔学成 他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提拔这些后境的呢 那先我们要看看赵普初啊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赵普初呢 他本人啊出生于江南世家啊 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后来呢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中共的在当地的这个地下党的一员 也就是为中共收集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中共的这个间谍之一 因为他有这两种身份啊 一个是佛教界的这个有名的居士 另外呢 他又是中共系统的最信任的这个间谍 所以在中共建政以后啊 他自然的就成了中共用来统治佛教界 统战佛教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中国的这个佛教协会啊 从50年代成立开始 就是赵普初一直在那主持的 那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 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政党 而佛教呢 是讲究慈悲的 是向善的 那作为赵普初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就一定会具有两种两种啊 截然对立的品质 第一个呢 是他让人看起来呀 是非常的慈悲啊和善的 那但是呢 他内心里面又要有极度的阴暗 极度的残忍 所以说他才能够啊 一边劝人这个信佛向善呢 一边把人送进地狱送上行场 那么他选人的标准 也一定是用这两个标准来选 那么当他看到学成之后 肯定肯定就是觉得这个人不一般 表面上看起来那真是有风度啊 有学养 同时又非常的这个符合啊 大家对高僧大德的那种啊 期待 但是呢 这个人他内心里面实际上啊 是非常的有臣服 非常的冷酷和残忍的 这个学成呢 很快就被提拔了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提拔 当一个大寺院的方丈 后来呢 赵普初又把他送到更重要的 一个佛教的寺院 就是法门寺去当方丈 法门寺呢 是中国唯一的一所啊 保存着佛祖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寺院 那么在那个地方当了方丈 那就自然的 也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这个高僧之一 所以在那个地方啊 他就奠定了他的在佛教界的这种地位和这种声望 那当他在法门寺的时候啊 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胡锦涛 胡锦涛啊 一辈子据说只去过一次佛教的寺院 就是那个法门寺 去了那个之后啊 跟这个学成啊 一番交谈之后 也觉得这个人啊 非常厉害 所以胡锦涛就把学成啊 调到了北京 去担任北京农泉市的住持 那么在当住持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成了这个佛教学会的副会长 大概是在几年以前当这个会长啊 去世之后 学成就正式就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也就成了中国佛教界的第一人 在众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这样的高僧大德 但北京的农泉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寺院啊 其中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里面的北大的清华的和这些啊 名牌学校的那些博士硕士在那出家的特别多 所以被很多人戏称为北大清华的这个分校 那个地方呢由于有这样的一批有素质的人 同时呢又有佛教协会的会长在那个地方担任住持 那自然的就变成了这个中共的这些高官和巨富的云集的这些地方 那些人呢都以和学成以及那些寺院里面的那些啊 这个和尚的交往啊为荣 因为这个农泉市啊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从胡锦涛开始也就自然的也就成了胡锦涛 收集这些高官情报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系统 刚才讲跟大家讲过啊 学成法师啊是莆田人福建莆田人 一说起莆田这个字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一个莆田喜 是的天下有两个莆田系 第一个呢是莆田系的医院 从十多年以前开始 莆田的人呢就在全国各地啊大市的承包医院 那第二个莆田系呢就是士院佛教士院的莆田系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莆田系的这个僧人呢就开始承包 掌控全国各地的佛教的士院 那这个医院呢是照顾人身体的 每个人都要生病 生病了就要去医院 所以说呢医院就掌握了这个人的身体的信息 身体健康的信息 那佛教的士院是干什么呢 它是安慰人的心灵的 当人遇到了麻烦事 遇到了困境 他就要去找人呢去倾诉 就要去找人呢去请教 那很多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些高官呢 当他们在官场上遇到了麻烦 当他们呢这个贪腐的时候啊 引起了内心极度的不安 当官场内部的拳斗啊 让他们呢身心俱疲的时候啊 他们总是想找到一些安慰 虽然呢共产党教导他们要做无神论者 但是共产党员很少是无神论者 大部分的这个官员 他们都会去结交 都会去膜拜一些高僧 所谓的高僧 所谓的上师 那这个时候啊 莆田系的遍布全国的 这个莆田系的试院呢 他自然的也就成了 收集全国各地的这些官员的 他们的思想状况的 这样一套的情报系统 所以说啊中共的这个情报系统啊 有很多啊 但是莆田系的试院 那也是中共的情报系统之一 胡锦涛的时候 莆田系开始在佛教试院里面占上风 那么胡锦涛下台之后呢 这一套系统自然的也就转到了习近平的手中 大家再看一看习近平他个人的履历 他很长一段时间呢 是在福建做官的 那么福建是他飞黄腾达的这个路上啊 一个重要的一战 也就是在这个习近平呢 成为储君接班人的这个地位之后 这个福建的莆田系啊 这个大行其道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绝对不是偶合 那也就是说啊 这个福建莆田系的试院呢 那就是习近平监视各地官员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 学成法师就是这个情报系统的最大的一个头目 同时呢 学成法师也是习近平他个人的在宗教方面 在宗教事务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军师 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和尚 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尚 而是在中共统治系统里面 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环节 是在习近平的权力架构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么现在这个人出了问题了 直接把学成啊 他性侵犯的这个丑闻揭露出来 就是直接的打击啊 习近平的这个情报系统 让那些啊 对学成曾经顶礼膜拜的那些高官 曾经向学成啊 吐露忠常的这样的一些高官呢 和这个巨股 让他们产生了 对学成啊 产生了一个疑虑 让他们和他疏远 同时呢 也是打击整个莆田系 让全国各地所有的这些官员呢 都来远离这个莆田系的这些假和尚 那这一次呢 揭露学成性侵犯丑闻的两个人 一个叫启贤 一个叫启家 都是清华博士毕业的出家人 那其中一个呢 是在农泉市担任督监的 实际上啊 也就是农泉市实际上的掌门人 因为学成呢 因为他是一直是在最高层活动的 他是全国政协的这个常务委员 同时又是佛教协会的会长 所以市里面的大小的事物 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启贤 这个由这个都监来负责的 那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 他们之所以敢按出来指控学成 而且呢 收集了这么多的情报 非一日之功 他们既然敢这么大的胆子 站出来在太岁头上动土 他的后面呢 一定也是有非常硬的靠山 否则的话 早就被灭口了 像学成这么重要的人 你敢跟他下这样的毒手 那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普通的人呢 早就被灭口了 而这两个人一定是有最重要的靠山 不是一般人 那么是谁呢 是谁呢 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做这一件事情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沁亲王 曾庆红 也就是江派的 现在的实际上的掌门人 江泽民呢 他和江泽民 曾经掌控中国的政界军界 接近20年 这个人呢 是非常有权谋 而且他非常善于人事布局 眼光非常长远 在习近平开始搞个人独裁 暴露出修宪 搞终身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 他们就已经开始决裂了 就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为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 必然的一定要消灭这个各大家族 中共各大元老家族 而曾庆红江泽民 是权力最大的元老家族 那自然的和习近平就站在了一个权力和利益 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 所以说他们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之间必然要产生 你死我活的这样的斗争 而在这场斗争当中啊 曾庆红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虽然习近平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党中央的书记军委的主席 但是这个都只是表面上的 最重要的 两军大战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看情报战 看谁的情报掌握的准确 要战胜对方 一定要先战胜对方的情报系统 让他情报系统失灵了 那就等于让他没有了耳目 没有了耳目 你力量再大你也打不到你的敌人 中共有很多情报系统 但是大致有两类一种是显性的 比如说这个国安部 总仓二部和三部 总政部这些情报系统 这都是显性的 大家都知道 中共内部的那些高层 他们都知道 谁在收集情报 哪一些人是情报系统 自然的他们也就可以避得开 但是呢 有些隐性的情报系统 是他们很难避开的 在前两天的我一个视频当中 曾经讲到一个那个视频的题目是 两个中央业已形成 中共大员纷纷向江靠拢 那这篇里面呢 我讲到有一个隐性的情报系统 就是由中共的这个元老大家族 共同掌握的监控军队将领的这个情报系统 那这个情报系统呢 现在已经大部分的叛离了习近平的阵营 已经让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这个阵营靠拢 那另外一个情报系统呢 一直是忠于习近平的就是统战部下面的 由全国各地的这个僧人 道士组成的这样的一套情报系统 专门监控中共官僚系统的这样一套情报系统 这一套情报系统呢 由于他忠于习近平 所以这一次遭到了曾庆红 秦亲王的这个重手的打击 这一份九十五页的报告 那可不是普通的报告 这是打击他情报系统 让他耳目失灵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么经过这一番打击之后呢 我相信习近平的耳目 现在已经大部分的都失灵了 那么失灵之后啊 这个中共的那些官员他才能够放下心来 才能够啊向江泽民靠拢的时候啊 不被发现不被惩办 一旦这种力量聚集完成 那么双方就会展开决战 所以大家看着大家拭目以待 那中共内斗的这个大战很快就要正式上演 现在情况是谁先下手 谁先下手谁就赢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双方都已经基本上做好了准备了 只不过是啊 还在寻找对方的弱点 寻找一个机会 对对方啊发起总功 我相信呢 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已经不远了 大家拭目以待啊 今年对习近平来说啊 绝对是留年不利 是他全力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过去那五年呢 他一直是走上坡路的 他的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啊 也曾经为他赢得了不少 社会中下层的支持 但是呢 今年呢 出现了逆转 那就是从他这个修宪了 企图搞终身制那个时候开始的 一搞终身制啊 他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一方面呢 中共元老大家族反对他 同时呢 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也在开始反对他 最后这些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和这个富豪阶层 也在反对他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毛泽东的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啊 他就变成了纵食之地 自从他开始 一开始搞这个终身制 那么他就已经败局已定了 什么时候下台 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经过这几个月啊 从今年两会 三月份的两会到现在 这四个多月的时间 反习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共识 不仅仅是中国人啊 大家都对他没有好感 而且呢 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 这个反习声浪啊 几乎是啊 一朝高过一朝 现在没有人敢为习近平说话 就是过去那个 信誓旦旦的 说绝对不反习主席 习主席是千年圣君 要给他三年时间呢 带领我们上喜马拉雅的那位郭文贵 现在也改口了 那是对习主席啊 非常的失望啊 开始批评习主席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现在这个 反习啊 已经未然成风 习近平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在舆论上面 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 那么最后 最后啊 他一定会被人扳倒 现在唯一的一个 还在说习近平好话的 那就是川普 川普呢 前两天一边宣布 要对这个中共啊 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 增加25%的关税 那是下了重手在打击中共 另外一方面呢 他要嘻嘻的说 我跟习主席啊是好朋友啊 我非常的喜欢他 这就好像啊 你把一个人按在地上啊 招十里打 但是呢 同时又说啊 这个人呢 我跟他呀 真是这个亲兄弟 也只有川普敢这么做 因为他不管说多少习近平的好话 大家都不会相信 都会当做啊 一个黑色幽默来看待 从现在的这个局势看起来 很快很快 习近平就撑不住了 很快 中共的内部的这个倒习势力啊 就会啊 发起总功 那有些朋友就有一些疑虑 说中共内斗之后啊 如果是江泽民曾庆红这样的一批人啊 或者他们支持的这一批人又重新上台了 那么中国会变好吗 中国不还是一样是这个集权专制吗 确实是如此 但是请大家相信 习近平一倒 中共必倒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倒了之后 无论是谁把他打倒的 那么一定会出现这样一种场景 就是全国人民呢 他们就会找到一个理由上街 全民上街 因为现在中国的矛盾呢 它是非常的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多 是老百姓和中共之间呢 这个利益的根本对立 根本的冲突 那么习近平倒了 并不能解决这种冲突 解决这种矛盾 只是给这个矛盾的一个发泄口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民上街的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中国的民主派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相信也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极力的动员 全面的动员 所有的我们能够联络到的阶层 我们能联络到的群体 大家一起上街 上街干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是庆祝独裁者的倒台 那同时呢 也要提出我们的利益诉求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全民免费医疗 我们要废除房产七十年的使用权 要实现了这个房产私有制 我们要实现农民要实现土地私有制 我们要实现了依法治国 我们要实现全民普选 我们要实现三群分立 我们要实现地方自治 所有的这些要求一提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啊 即使是江征派押倒了习近平 他们也不能够稳固的掌权 他们也无法维持这个中共的这个统治体系 那个时候我们新生的政治力量 民主派的政治力量 就一定会在街头啊 蓬勃发展迅速的壮大 这就是我们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所以希望大家密切的关注 中共内斗事态的发展 同时做好准备整个代弹 发动民众上街 一起来推翻中共的专制制度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